在門前掛上柱聯繩趨吉避凶 而掛在神聖鳥居上 則代表神和人的區隔 日本常見幸運物 採用尚未結穗的稻草 手工編製而成 做法超繁複 竟然有不少都是台灣製造 要不懷胎 要不懷胎我們就要掛起來 所以不能讓它長稻米出來 所以日本政府不允許他們這樣做 所以他們那邊這個很少 就往我們台灣這邊來 天上灰了地下爬了 水中有了 我都有說 要難倒我可能還很久 言壇間透露無比自信 不只做柱聯繩外銷日本 工醫師李龍透過巧手 讓平凡稻草華麗變身成為藝術品 而他的故事也被中華文化總會給向眾 拍成匠人魂系列影片 副總統麥清德更親近南下屏東 頒發景旗 表揚他努力活化 傳統的職人精神 不是說舊 老 都不好 不是這樣啦 其實它是有歷史 它是有生命在裡面 完全是看我們要怎麼把東西 給我 讓它可以再生 把過去的記憶 過去的這個歷史技藝 可以重新把它找回來 這個紀錄片是非常好 但是更好呢 就是能夠傳承下去才是更好 紀錄片是永遠大家都可以看到 但是技術呢 你沒有傳承下去的話 就永遠都會失掉 就怕草編工藝會失傳 高齡73歲李龍持續含稻草為伍 持續編織台灣軟實力 原來是台北屏東 綜合報導 謝謝